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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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是与其他开发者的合作 最后是自己参与开源的一个感悟 第一点最初编码尝试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记得 就是第一次在给一个代码提交 就一个仓库提交 或者是在初次接触一个项目的过程 然后我还是非常清晰地记住 我参与StreamPod或者接触StreamPod的过程 因为跟刚刚我们上一趴 聊到的这个晋升路线不一样 像是从用户到Contributor Commuter 然后再到PMC等等 然后我并不是按照这样的一个晋升路线去走 因为我本身并不是StreamPod的用户 我也不是大数据相关的一个开发人员 但是我是怎么和StreamPod连接上的呢 这原因是因为当时StreamPod在加入Apache复发器之前 那段时间StreamPod还叫StreamX StreamX它加入Apache复发器需要做一件事情 当时这件事情就是适配这个H2的Database H2Database是一个基于内存的嵌入式数据库 它为什么不是MySQL和PostgreSQL 因为MySQL可能开源协议有点不一样 所以我们需要对H2Database进行一个兼容 而我刚好是我提到的MySQLPost这样一个开发者 所以我们的那个这里是PPMC成员王华杰 就是我们这个StreamPod项目最初的发起人找到我 杰哥说阿超你愿不愿意加入这样的一个项目 或者是贡献这样的一个项目 我当时听到这件事情 然后我就感觉特别的兴奋和激动 于是赶紧就去了解这个项目 然后我当时就遇到这么几件事情 这是我的第一次提交的故事 当我克隆下来代码的时候发现一个报错 我克隆不下来代码 然后我当时就很尝试地去解决这个问题 最后发现这个问题的原因是因为我使用的操作性能是Windows 而StreamPod大多数开发成员使用的是Mac 然后导致这个问题之后我又尝试去运行代码 就加上这个参数解决这个问题 运行代码的时候又遇到类似的问题 同样因为环境 当我成功把项目运行起来之后 我就东丑丑西看看 从我一个很普通的一个Java 或者是一个管理平台的一个经验 去看看能不能贡献上什么 最后我在Stream Park写下了我的第一行代码 是关于一个前端去处理请求里面携带的 Unify这样一个参数的一个小问题 这个一行代码作为我在Stream Park的一个开始 提交上去之后 这就是 然后就是下一部分 下一部分讲讲自己的一个深度社区参与 提交上去之后 没有想到这个PR很快就会合并了 社区响应的速度非常之快 就超出了我的想象 虽然我花费了很多时间去提交这个PR 这个PR看起来也是非常的微不足道 但是合并了 给了我一个非常快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正反馈 我就想想能不能继续再帮上另外一个忙 就是说继续去贡献 结果我就找了找 发现Stream Park存在这样一个bug 就是在使用Mapist Pass过程中 无法在自定义的Mapper里面使用分页 那这个时候我发现它少了这个分页插件 我觉得相当于在Mapist Pass一个层面给它配置上去了 将后段代码提交上去 但是和第一次不一样的情况出现了 就这里的CI没有通过 这个时候我才去了解到 哇 CheckStyle和CI这些工具 是为了检验我们代码质量的一个工具 然后我去查阅了CheckStyle相关的一个使用所有名 并且问咨询的相关的 比如说我们的PMC成员 找到之后原来需要在本地去确保 CheckStyle命令的通过 这个时候代码这个CI层通过 于是我最后发现CI的一个没有通过 原因是没有添加License Header 然后并不是代码出的问题 我把License Header添加之后 这个PR也是很顺利地被合并了 合并了以后我就想想 自己能不能再持续地贡献 后面是这样一个深度的社区参与 是关于用户的删除 Stream Park作为一个管理平台 它自然也有一些用户 那我们当时在Github上发现一个issue 是由一位用户他们提出 他们公司所使用的Stream Park 但是他们遇到一个问题 就这个用户在离职以后 我们将这个用户删除 删除之后发现 这个用户创建的一些作业和资源 不翼而非根本找不到了 那面临这样一个问题 我们社区围绕其进行一个讨论 怎么去改掉这个问题 解决这个问题 去修复掉我们这个bug 社区之后决定两点 第一点是说把用户的删除 改为禁用 这样的话避免我们其他地方 爆空一场 空止针这样的 第二个就是在禁用的时候 确保万五一失 我们还要判断一下 这个用户下面有没有资源 有资源的话 我们给它转移到 其他没有被禁用掉的用户上面 这个功能决定下以后 我就常常去编码 因为我把它拆毁了两部分 就第一部分是后端的编码 第二部分是前端的编码 然后在后端的部分 因为我比较擅长 我就很快去将后端功能实现 并且添加了完善的单元测试 确保后端功能万物一失 结果在前端功能的编写中 遇到一个问题 当时Stream Park使用的是Vue 3 并且就刚刚提到Vue 3 并且使用的是一套组合式API 其中的Stream Park对Vue 3 封装了特别 就是形成了一个特别良好的一个封装 等于用户开箱即用 并且只需要调到API 就能实现表单表格的一个构建 但是我遇到这个问题 是因为我没有对那个组合式API 去尝试过深入的了解 没有看它的圆码 导致乱用 用出问题来了 用出问题来之后 我就想要怎么办 我觉得最好的方式 或者是最快的途径 就是找到封装这个代码的人 就是我们的PPMC成员 王思柱 就是思柱哥 我找到他 告诉他 说明了我的来由 我需要这样一个帮助 思柱哥响应特别迅速 就是说这样吧 你开一个在线会议 你把屏幕共享给我 我告诉你怎么去找 这当时就给了我一个很大的shock 就是震撼 然后我就说 哇 原来还可以这么解决问题 社区竟然有这样的一个热心小伙伴 然后思柱哥给我 帮我排查定位发现的问题之后 还给我耐心地讲解了 就是背后的原理 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下次应该用怎么样的方式 这个就是我在参与开源里面 非常大的一个感触 就是社区大约代码 因为你会发现 社区里面有很多这样的技术大流 愿意带着你一起成长 愿意陪着你 还有就是在自己 在接受这些大佬的帮助之后 自己也会有一些反思 自己的一些经验所 能不能帮助更多的人 然后接下来一趴 就是着重地去讲 一些与其他开发者合作 这里主要是讲两个案例 第一个是关于代码规范的一个整改 当时在Stream Park中 面临这样一个情况 就是随着我们的功能越来越多 模块越来越多 我们代码量也越来越多 但是出现 A贡献者可能喜欢这样的命名方式 或者这样的编写规范 B贡献者又喜欢那样的 大家的规范并不统一 于是我们决定梳理出一篇文档 然后并且将这个规范文档去落实 统一掉我们的整个项目 并且不让整个项目看起来 代码层面看起来比较割裂 于是社区围绕其进行一个激烈的讨论 决定怎么样去梳理一个良好的文档 或者是良好的规范 就像刚刚说的 我们不能直接拿别人的规范套用 因为我发现可能在我们这边并不适用 于是我们借鉴了很多 现在已有的文档 像是Apache Flink 像是Ali Java开发手册 还有SolarLink等等一系列 我们在他们上面找了很多我们能用的 在最后总结出我们自己 符合我们自身的一套特有的代码规范 然后规范定下来之后 我们就是拆分任务 因为如果进行这么大一个规范的整改 那是天翻地覆的 于是我们决定拆分是一个一个细小的任务 然后这样来希望能够招募到更多的志愿者 或者开发者 借助社区的力量一起来完成这个任务 这个时候拆分完任务之后 我们最后就是实现阶段 实现了这个任务之后 我们就是通过招募志愿者 刚刚也提到 就是还有一些愿意 或者是想要贡献Stream Park的一些开发者 我们去呼吁他们一起来加入 一起来完成这个任务 这也成为很多的小伙伴的一个 good first issue 或者是第一次的提交的一个契机 在这里我要提到一位 我们的社区的committer潘月鹏 月鹏哥也非常的细心 在上面无论是就是拆分任务 还是说进行一个整个工作的推进 还有统筹 我觉得就在月鹏哥在其中 都是起到至关重要的一个作用 并且这里有个细节 他在拆分任务的时候 建了Github上面建了非常多的issue 那这些issue是通过Github的一个API去建的 这让我感觉非常的酷 最后我们输入出来的规范 大概是这个样子 在我们的官方文档上面 这个规范前一段时间 我看见API HOSPIT 也同样借用了我们的一些规范 这让我同时感觉到 我们的规范得到另外一份认可 接下来就是讲讲文档的一个翻译 因为社区开源并不仅仅只是代码 它还需要一个文档 来告诉你怎么去运作 所以文档的重要性也就不言而喻 我们之前也提到了 就是文档的一个本地化的一个重要 当时Stream Park面临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的收集的博客 也就是说官方从非官方渠道 收录的一个博客是中文 而官方去编写的一个文档 给开发人员的 却是一个英文的文档 这样就看起来并不是非常的完善 就一部分是中文一部分是英文 于是我们为了解决到这个问题 我就决定去参与里面的翻译文档工作 其实翻译并不只是翻译 还有一个校对 因为我本身的英语水平 并不是特别的自信 所以说我就找到了 我们社区另外一小伙伴顺哥 去找到他去完成翻译校对的工作 完成了以后 还找到月鹏多去进行一个格式的调整 还有一个review 最后完成的文档的一个翻译工作 接下来就是自己参与开源的一些感悟吧 可能今天演讲有点快啊 因为去年在Apache Community Overcode的大会 我也来到现场 在北京 当时我听到了我们社区的Stream Park的PPMC成员 陈卓宇说了这样一句话 他说做男士 做男士必有收获 今天我也想在这里分享给大家一句话 就是做任何力所能及的事 只要他对社区对自己有意义 并且无论他是多么的微不足道 这句话可能有点长啊 但是从我的感觉来讲 就是无论有些时候不要问 就是自己能做什么 就是你能做什么的话 就不要让别人来告诉你能做什么 你自己能做什么你就去做 无论是代码的翻译或者是文档的翻译 就是代码甚至一个很简单的PR 都可以成为参与社区的一个契机 因为社区最终会记住你的所做所为 并你所做的一切都是有意义的 就像我现在成为Commuter 或者是得到了社区认可 同时也提升了自己的一个技术战 还有就是得到了认可 因为我们这一届00后啊 其实很需要一个词 就是被看见 就是让看见了之后得到一种认可 无论是身份的认同 还是说加入了一个社区 得到了一些小伙伴的一些认可 最后就是讲讲我个人的一些独特经历 因为我本身并不是科班出身 和在座很多不一样 我高中辍学了 然后辍学之后 我就去尝试了各行各业的工作 我跑过外卖去当过保安 做过物流分解 还去网吧当过网管 做过很多服务生的工作 然后最后接触了互联网 是通过一款游戏Minecraft 然后了解到它是Java编写的 我可以写一些服务端插件 最后发现它Java广泛应用于 服务端 服务端的这样一个应用 我就去了解到Java的相关的 一个服务端框架 随后去了解到Java的这样一个生态 最后接触了开源 我发现在开源 我找到自己的归宿 并且在这里得到认可 这就是我给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 然后感谢大家 接下来进行一个交流时间 或者是大家有没有相关的一个问答时间 QA环节 代码规范之后有没有弄那个 CheckStyle插件这样的 就是做一些强硬的那种检测 现在Stream Park目前是有的 我相信就是用这些强硬的规范 一定是确保代码质量环节的一环 就像我们今天早上在主会场看到的 就软件工程它是一门学问 它不可能说大家用来用出问题了 我们需要确保在我们的项目中 是合规并且安全万物一失的 所以我们需要用这样的工具来 但是这样的工具一定不能是说 成为我们更多贡献者 或者是有意愿参与贡献的人的一个阻碍 这是我的一个想法 还有其他小伙伴有问答吗 还有吗 还有问题 欢迎请问 这个很精彩的故事 如果没有他那我们就 OK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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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